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那接下來我們哲松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鱸魚湯 但是是拿木耳跟木瓜來燉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港式的煲湯 那我鍋中先把薑片先給它煎一下 好 我們不沾鍋這裡 熱鍋熱油稍微煎一下薑片 對 我們把薑片的味道帶出來 然後師傅旁邊有一個鑄鐵鍋 那個是師傅的家常雞高湯 對 沒錯 雞高湯師傅是用家常的蒸雞 留下來的湯汁 加上一點紅棗 然後就是雞底的高湯了 對 它完全是原味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選用的是新鮮的 白木耳 然後它有一點淡淡的茉莉香 茉莉花香 我們先把它放到我們的湯裡面 先讓它熬一下 然後加入我們港式常常會做的 像我們鮑魚湯 我們會拿這個木瓜 來增添它一點風味跟香味 可是有這個師傅是切得很大塊 比較大塊 對 因為我們要讓它大塊一點點 你等一下煮的時候 它會把它味道釋放出來 還保留它的固體物 然後接下來我把我們的魚 魚骨跟魚頭的部分把它分開來 先下鍋來煎它 好 師傅剛剛把一隻完整的鱸魚 這個分切 然後魚肉的肉塊待會兒會入湯 對 可是肉比較少 骨頭比較多的頭 尾巴 魚骨 先拿來煎香它 稍微煎香 然後待會兒也要熬高湯 對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蔥 段也給它進來 一樣我們在做這個煲湯的 港式煲湯魚湯常常用白湯 我們因為有時候我們燉煮時間比較久 我們會用南北杏來讓它 像如果我們現在最近新冠肺炎 所以你的潤肺 你的潤喉 其實南北杏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但是因為在家裡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熬煮它 所以我就會用一個南北杏把它打成汁 很快就變白湯 所以它等一下的味道 都會完全地呈現出來 等等 南北杏是中藥房 可以買的原材料 然後原材料怎麼打成 這個白湯 你前一天晚上先把它泡水 好 泡發這樣 泡發 然後連水 然後用果汁機打 然後把它過濾掉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先泡發 然後泡發軟了之後 你果汁機把它打凍 打勻之後因為我們入湯 所以我們稍微最後把過篩的渣 濾掉 對 然後魚骨已經煎香了 這時候我們嗆入米酒 你就可以聞到整個魚骨的鮮味 對 鮮香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把我們的杏仁 南北杏在這裡泡這一個 我們的食材 對 我們先把湯底 先把它煮出來 先把湯底煮出來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有 對一鍋高湯在旁邊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把兩個 結合在一起 然後再把我們的魚放下去煮 所以你看 其實在家裡 五分鐘你就可以煮出一鍋的 我們所謂的白湯的魚湯 好 同時間我們師傅 這個白湯熬好了 對 我們把魚骨跟我們的杏汁 熬煮出入味的高湯 把它兩個混合在一起 你就看到我們整鍋湯 它會瞬間變白 而且你熬的過程 那個杏仁香真的很香 對 像港式他很喜歡 我們很喜歡用杏仁來帶這個 所謂的燉湯跟煲湯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把我們魚片 我切好的魚片把它放下鍋中 魚片因為是熟得快的 熟得快 熟得快 所以事實上是高湯好了之後 再讓它去泡熟 對 泡熟 然後我們來調味 然後我們就簡單來調一點味道 我們加入少許的白胡椒粉 然後適量的鹽 好 我們調味 那同時間我們師傅 這鍋湯也燉好了 魚肉熟了 我們就是淡一點點的香油 而且我補充說明一下 你那個大塊的木瓜果然沒有爛 對 你剛剛要放木瓜燉的時候 我真的很擔心 它最後浮掉 爛掉 然後你整鍋湯 就變成橘色的 結果它現在的木瓜是維持完整的 而且木瓜會把所有的魚湯 雞湯 味道把它帶進去 好 但是提醒大家要切大塊 對 要切大塊 好 再來 最後就加一點香菜 等等 木瓜買的品種跟挑的軟硬要怎麼 就是挑你現在 當水果吃的那個軟硬度就可以了 太軟了它不會化掉嗎 太軟會化掉 所以要帶一點點口感 所以你回到家 它木瓜還可以放個兩天 這樣子口感是最適合的 好 就是你不要放那種 很軟爛的木瓜 不然你整個湯一定是會濁掉的 當然我們師傅是神功護體 所以你看它所有的食材都是好的 而且是非常誘人的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可以說是色香味俱全 如果你還沒有喝到這個湯 你其實可以聞到一點 那個杏仁的香味 顏色配起來很特別 像我們很少的木瓜露菜 吃起來有些甜甜的口感 而且在白湯中 有這些鮮豔的顏色 其實會增加你的食慾 就覺得很特別 就想要多嚐幾口 而且我們的魚肉 也吃起來非常的好吃 這道料理 我覺得其實做起來滿容易的 其實大家可以多看幾次 我想一樣可以做出 這樣子那麼色香味俱全的 一道食材 食物 那接下來我來跟大家講 就是說我們在喝湯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注意事項 就是說我們當然希望 喝湯要趁熱喝 但是也不能太燙 因為我還是有遇到一個案例